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最近华为发布了新的鸿蒙系统 也要准备发布p50了 弹脑机型不但没跌价 反倒上涨了 这也是让人很无奈呀 也希望华为能早点解决芯片的问题 不要再让手机成为理财产品了 好了 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好机器 先拿一台金色的8p 外观非常的亮 128g是2019年发布的 这保修期还100多天是别湖南的小哥要的 他主要用来打游戏 日常使用也很流畅 这是华为卖的308接28的麒麟990芯片4100毫安时的大电池6 6英寸熬赛的大屏 显示很细腻 性能也很流畅 还有这台p30pro8加512大内存 麒麟980的芯片 性能很强悍 打游戏使用都很流畅 外观也没什么磕碰 这是华为诺尔7五级版 外观非常绚丽 很好看 吸引985处理器8接28内存 性价比之选 这是现在很受欢迎的11pro5.8英寸 欧赖的屏幕 磨砂质感的机身 显示效果和手感都很细腻 搭载a13处理器3190毫安时大电池信号 蓄能都很棒 这是美版的官换全新机 一般官换的都是国行的 这种美版的比较便宜货缺 我们直接拿下 这是12pro mass的美版有手机 比国行便宜千多 想用最好的手机 单预算不够 比较适合这一款 这是三星诺的20u 机身没有磨损 外观很有质感 也很新 效能865的处理器12加256大内存 再给一位小帅哥挑戴12米尼 是送给女朋友的 红色的小巧玲珑很可爱 外观几乎没有使用痕迹 非常的新 a14芯片 双色拍照 性能也很好 这是8g28的小米10是一位小米粉丝要的 外观都很新的 没有什么磨损 性价比很在线 给四川的兄弟搞一台xsa12芯片 实用流畅 5.8英寸 欧赖的屏 金属原润变框 性能手感一流 苹果的小钢炮 这是一家8t手机 听说在国外都比较火 全新激活满宝的机器 外观是全新的 大载骁龙865处理器12加56大内存 120赫兹高刷屏 绝对是安卓季黄的使用体验 再给广州的一位兄弟搞一台电脑 这个全新的s5扫表 也是要便宜一个小几百比较划算 耳机的话 洛达156m芯片的二道蓝牙耳机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平质非常稳定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哦